像我已经看过一个公案 就是说有位法师 他为了要让腿 这个训练这个腿不痛 他用绳子把腿绑起来 然后痛到疯过去 然后等他醒过来 腿就很有任性 做太久都不会痛 像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用吗 有没有副作用 这种事情我听说两样事情 就是这个 在香港大学山 有个福音和尚 福音和尚就是南华市的方 做个南华市方向 宣传方向的法治 他亲自告诉我 他就是这样训练的 他出出家 就到高明市去打成棋 一叶盘腿做就是冲 但是他就说是 等到放香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子 把腿双压住做 用石头压住 就这样做了一身汗以后 做了几个钟头以后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痛的问题 但是那时候在大学山 我问他的时候 他说双家屋桌可以做三个钟头 不同 过了三个钟头还是有一点 就是他是没有什么副作用 只有好的一面 但是另外听说 有人这样做 腿是坏了 腿是坏了 不能 这个腿就残废了 也有这种事情 就是同样的事情 大家都这样做 有的人成功了 有人失败了 你要想这样做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就是我们这一点 你还是慢心反正多训练 不要 不要小时候圆顿反过 一下子就成功了 不要这样 慢慢的训练 感谢观看